我說這次斬在劉俊濤身上的六刀 其實斬在市民的心上 因為絕對是威脅到我們法治和自由的香港核心價值 所以我覺得自由是關乎新聞自由 免於恐懼的自由是我們最珍惜的東西 所以既然受到這樣的威脅 我們每個市民都要挺身而出 去聲援劉俊濤 譴責那些法西斯的暴行 我問我們香港法治和自由的核心價值 尤其是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們更加要珍惜 因為劉俊濤事件不是孤立的事件 我現在在上課的年紀來 有陳平 楊高時務周漢的老闆陳平被人襲擊 又有黎智英被人撞的大門 還有扔斧頭和刀在他門口恐嚇 剪廣告那些 又剪廣告 施永青AM730那些 有個老闆又被人意圖去撞擊 拿車撞去 很多事情一連串下來 新聞自由受到威脅是不爭的事實